大家好 欢迎收看周四的赢家攻略 我是卫国庆 这台股昨天大涨将近200点 重新站上了五日线 今天在五日线之上 做下幅的震荡 各位你要知道 其实昨天晚上美股算是大跌 尤其像科技类股费半 其实礼拜三的晚上 跌得相当的重 但是今天台股的跌幅却是相当的轻很多 所以台股在这个地方是比美股还要强 好 那重点来了 那再来台股该怎么看 而且因为快要进入四月份 那到底四月份有什么样的股票 大盘会怎么走 那四月份什么股票会是四月份的主流 好吧 那各位那今天的节目你要仔细的看 好 倒不来我们回到大盘来 各位你看 这个今天 今天的这个盘要从昨天说起 昨天台股不是这个大涨将近200点吗 而且这个重新又站回到五日线十日线之上 那而且重点是昨天那根红棒啊 把这个礼拜一的跳空缺口呢 已经弥补回来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其实到了昨天嘛 我也在跟你讲 我说那台股这个这种形态的话 算是很强哦 很强 好 那这个而且而且这个昨天啊 这个这个台币重新开始升值嘛 外资开始买超嘛 好 但重点来了 那可是这个昨天台股涨之后呢 昨天的晚上哦 美股的科技类股 其实跌幅都还蛮重的哦 你看但是今天台股啊 基本上啊只是收一根小黑而已 所以其实它整个的这个 在这边的这个K线的形态呢 是比美股要强很多的 那今天台股呢 这个基本上只是收小黑 而且重点是哦 今天收盘呢 仍然是守在这个五日线哦 跟十日线之上 那所以这就是我所谈的 我说这个地方哦 台股这个以均线的角度看的话呢 这个守在五日线之上 而且重点是 今天的十日均线哦 从这一从前面下跌以来呢 今天也是十日线呢 重新第一天穿过半年线 今天十日线已经大于半年线了 那所以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呢 五日线十日线 跟半年线这个地方哦 已经是这个多佗在短线上 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所在 好吧 其实关于这个台股这几天的强势哦 重点尤其在礼拜二那一天 你有没有印象 其实礼拜一这个重挫之后啊 不管是礼拜一 或是礼拜二也好 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人 你看到这种K线哦 你心里面总认为 这个盘大概要跌下去 对不对 哇 跳空跌下去 然后呢好像往上去的话 哇 半年线 五日线好像又压在那个上面 所以其实在礼拜一礼拜二啊 很多人对这个盘的看法 是看得蛮空的嘛 但是重点是 不管是礼拜一也好 那当时礼拜一我就跟大家预告了 我说这个 基本上这个收盘 是收在这个月线跟五日线之上 你不用怕 那到了礼拜二呢 其实指数也只是小 瑕福震荡 但是那天我也跟你讲了 我说不要怕 不要怕 因为这个指数仍然是沿着十日线再往上走 有没有 礼拜二那天我就跟你预告了 我说这个盘 你看这种K线你不要担心哦 基本上都还在十日线之上走 而且我还特别预告你嘛 那再来就是再度啊 要再度挑战五日线 跟封闭这个缺口 有没有 礼拜二那天市场上一片都在看空哦 但是微信我就告诉你 不用怕不用怕 这个盘啊 准备再度要挑战五日线 而且封闭这个缺口 礼拜二预告完之后呢 果然昨天礼拜三 就是一个大红棒 对不对 果然站上了五日线 而且重点是 就是把这个缺口封闭了嘛 所以昨天我就等 我说那这样来讲的话 其实这个整个的K线形态呢 对多头来讲的话 算是很强势啊 既然很强势 所以在昨天晚上 当美股又跌下去之后呢 可是今天台股基本上 也只是小跌嘛 好重点来了 刚才有跟你谈过了 那今天啊 起码整个今天大盘呢 还是守在这个五日线 十日线 这个半年线之上 好那重点是哦 那个所以我刚讲说 那目前的五日线 十日线到半年线这个地方呢 就是目前短线 多头一个很重要的支撑所在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各位 其实昨天啊 因为昨天这个 在上节目的时候的话 还没有 那个当时还没有公布 昨天外资的买卖超嘛 但是昨天的重点来了 昨天台币啊 反而是哦 大幅的升值1.85角 对不对 昨天嘛 本来之前台币都在 因为之前美元比较强势嘛 那之前台币 不是从27块半 一路往一路扁回到28块以下去吗 那但是到了昨天啊 这个台币啊 这个开始反向 升值1.85角 那而且重点是昨天 所以你看每一次当台币一升值 那外资铁定开始买超嘛 所以今天外资反而 反手买超台股221 这个220已经是好一段时间没有看 就是一天买超221 这个手笔已经好一阵子没看到了 对不对 但是你看 当昨天台币啊 开始一下反向升值的时候 就是那外资马上开始买超台股 而且买了221 好那重点来了 所以呢 这个未来一段时间 那在这个汇率上面呢 那你就要注意了 那就观察台币能够持续维持升值 只要在这个地方 台币能够维持这个升值的话 那基本上外资呢 他就会持续在买超台股 就不会再去卖台股了 那只要台币能够维持这个 持续慢慢走高的这样子的情况呢 那基本上这个 那台股就不容易跌下去 对不对 各位 所以这两个重点 一个是单纯就这个K线 跟均线的这个角度来看 第二个呢 就从这个大环 从整体这个总经的角度呢 你继续观察台币 这个地方能不能维持 开始重新慢慢走升值的这一条路 这两年来讲的话 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好吧 好各位 那所以这个在这个地方 关于大环的这个预告呢 我想跟各位讲得很清楚了 那重点之外 那就第三个 其实今天盘面上 说真的啦 除了金融股 这个算是比较强之外呢 其实这个大部分的电子股来讲 今天其实尤其是比较一线 比较这个一线的电子股 其实今天都是下跌的 对吧 那但是问题是 那今天盘面上呢 反正是什么股票 开始比较有表现 第一个 很多那个所谓的二线的小型股 二线的那中小型的股票 今天在盘面上表现的还不错 而且是有一些中小型股票 才是刚刚起涨 那待会有空的话 我跟各位谈这一块 但重点是 各位记不记得在昨天的时候 昨天的时候啊 在这个 在这个节目上呢 昨天在节目上 昨天大盘这个 涨上去的时候 我还特别给你讲过了 我说来 这个地方哦 未来哦 就是要开始进入四月份 我说 昨天我特别给你强调 我说啊 未来这段时间哦 盘面上哦 的这个主流股啊 会慢慢呢 走回到电动车这一块 有没有 电动车这一块 昨天我开始给你 给你再预告这一类股票了哦 各位那你看 其实哦 以今天盘面来讲 今天其实电子股 大部分 吃得往下跌的哦 可是你看问题是 今天啊 电动车的股票 有没有表现的相对强势 有耶 你看像这个 像这个 顺德 各位顺德也是一样 昨天哦 很强势开始往上涨 第一个人对不对 你看 今天收盘哦 还能继续再往上收哦 哦 这个来讲 那比别的电子股 已经强很多了 甚至啊 这个 尤其这个测用电子里面 有一支很典型的 叫做同志 我想这支股票 你一定都听过 同志前面正是大跌一波 前面不是涨翻天的吗 后来正是大跌一波 跌的 跌的这个幅度又大 时间又久 但是一样看 同志啊 在昨天 找到大表股系统呢 142 终于出现一个新的买进讯号 那虽然说今天 它的收盘 它收盘没有 没有涨 但是呢 以它这 已经涨了两天 但是今天这种 在这个昨天 这个高档附近震荡 这已经算是 很强势的整理了 对不对 它并没有 并没有说 给你往回拉个什么 八花十八花 各位你记不记得 很多的股票 这个通常啊 这个就是过去 这一很长一段时间以来 很多的股票呢 涨了两天之后 如果说你进去买的话 通常第三天呢 它给你倒刷一根 而且都倒刷一根 都几乎倒刷个八% 十%以上 对不对 可是你看 问题是同志啊 涨了两天之后 今天也只在那边 瑕福震荡 所以这就算是 相当强势的整理 那你从同志也好 你从顺德 这个顺德也好 其实就看得出来 就是我所谈的 昨天我就跟你讲 我说在这个地方 再来再来再来 你要注意电动车 这一块 对不对 好 那到了今天 微博信呢 我同样跟你讲 这个地方当今天大盘 短线稍微 在震荡的时候 一样哦 你注意电动车 电动车 微博信我判断 会是四月份 大盘里面呢 电动车这块里面 会有很多的股票 会涨一波 为什么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 因为电动车的股票啊 基本上前面也都 都拉回了一段 而且拉的幅度 也都蛮多的 像顺德也好 尤其同志 那更是大跌一块 所以这些股票呢 经过大幅度的修正之后 那当然 那未来这个地方 一旦这个地方 陆陆续续 开始这个打底 甚至出现 买进讯号之后呢 那当然它未来 上涨一波的这个 这个空间跟几率 就是就比较大了 那再加上就是说 这个其实 其实电动车这一块啊 其实我想大家都知道了 电动车其实说真的 不是说未来一两个月 也不是说 只是未来一两季看好 而是未来 三年五年十年 电动车都是 大家都心知 心知肚明嘛 都是未来长线 长线 这个可以说是 成长最快的一个产业 好 所以这个电动车呢 尤其经过这个 大幅度的修正之后啊 那未来进入四月份以后呢 维尤卿我认为啊 这一块啊 这个 很多的公司 会开始陆陆续 给你报利多 所以各位你要注意咯 而且重点又就是 尤其是这个前几天 这个Tesla 对不对 这个 除了它本身 本来的电动车 就在今年的这个出货量 就会比去年大幅成长之外 那再加上就是这个Tesla 因为这个好像打算 打算说股票 要那个一分一财五那样子嘛 所以就说 未来一段时间呢 不管是Tesla 本身的股价也好 或是这个全球啊 这个电动车市场 的继续的大成长也好 都会给台湾的相关的 这些这个电动车的 这些公司呢 都会有很多陆陆续续的 题材也好 或是营收跟获利 会开始慢慢再跑出来 所以我再讲一次 因为你知道 因为这个电子股啊 如果说一般 我们传统的所谓资讯产业 就是像那些什么电脑啊 手机这一块 因为这个电子股里面呢 像这个什么电脑啊 手机这个 通常第二季是淡季 通常这是为什么 这个最近电子股的 大部分跟这个 资通讯有关的股票 最近都不太强 因为二月 因为通常第二季 是他们的淡季 那各位 那你要想另外一个问题啊 当电子股里面 当这个资讯产 尤其是资讯产品 通讯产品 第二季是淡季的时候 也就是说 那主力大户 在这些股票上面 他找不到题材 或是营收跟获利 没有办法表现得 很好的时候的话 那你认为 这些控盘者也好 这些主力大户也好 在电子股里面 他们会寻找什么样的标的 对啊 那再来电动车 反而是一个 他们可以去琢磨 一个非常好的领域 而且重点是 再加上这些股票 前面啊 都有没有 都给你大跌过一波 我想这个才是一个 整个关键所在 好 所以今天我会继续 就电动车这些关键 给你做详细的分析 所以节目你要仔细的看 过来我们说 我们也讲起 过来其实一样 在昨天的时候啊 这个我不但跟你预告这个盘 这个大盘 未来怎么看 重点是我昨天也讲过 这个 就这个产业 跟就产业 跟各国一起 两个重点 昨天我跟你预告 电动车会是 四月份啊 这个 会整体走强的 几率很大 但是昨天我也预告你了 我说 可是你注意哦 真正这一波啊 从三月份大盘啊 上涨以来啊 真正这一波里面的 零涨的股票 反而在这个地方啊 零涨股啊 会开始回去做整理 有没有 各位 昨天节目 昨天节目你看了吗 我昨天特别给你强调 这一波的零涨股 反而在这个地方 因为短线 它已经拉一波上去了 反而零涨股在这个地方 会进入一个短线的整理 那各位 那今天的志愿 有没有回头做整理 创委有没有回头做整理 都回头做整理 甚至汉磊 对不对 本来昨天还是给你 又给你谈到140 今天给你杀到133 都杀下去了 所以这些股票 而且你看像这些股票 它本来就是前面这一波 都是算零涨的股票 但是在这个地方 果然开始回去做整理 比如说像这个 像这个 对不对 志愿很标准 志愿昨天的盘中 最高点还创新高 还创历史新高 但你看 但是问题昨天创新高之后 昨天本来本身呢 就开始有点在做拉回 那今天呢 更是持续的往下做整理 对不对 所以你看 所以昨天在节目上 我不是跟你讲过 所以这个地方 零涨的股票 要开始回头做整理了 那所以我说像志愿 像这个创 像这个创委 都是维国欣前面 大家会打坐的 都是已经大赚一波的股票 好了 那像真的像台办 有没有 你像昨天见到高点之后 今天算是说 还锁在盘上 可是基本上 从昨天的90多块钱 杀到今天已经了 也懂我意思吧 好 那所以就说 如果你的手上呢 有这些像志愿 这些股票的话呢 我尤其老爸建议你 可能在短线上 你稍微啊 这个要先获利一下 如果你比如说 你像志愿 其实昨天呢 在318块以上 我带着会员呢 有跑过 有跑了一个短线 有跑了一个短线 那就是因为这个 因为昨天他快盘 有过前高 创历史新高嘛 但是后来呢 回头啊 那个320块钱 锁不住 那我看320块钱 锁不住 那已经告诉我说 那这个地方 可能短线就是要回了 所以我在318 到320之间呢 就带着会员呢 把这个志愿呢 赶快先 先短线先获利了结一下 那你看 其实昨天志愿 就已经是往下杀了 那今天啊 是持续拉回第二天 今天只收在305块嘛 就跟你们看 其实两天的时间呢 其实志愿呢 回档也回了 差不多20 也回了20多块钱 所以如果说 如果你昨天 如果你昨天也是一样 能够在320这个附近呢 能够把志愿 能够先获利一趟的话呢 OK 那代表说 你的股票的进出 是非常的这个有效率 而且这个 不管是短线长线 你都是一个真正厉害的一个高手 好 所以各位 这昨天我也是讲 在318 318 320那个地方呢 带着会员呢 把志愿先跑了一下 我刚那原因我刚讲就是因为 本来昨天盘都能够创新高 那正常讲的话 他320那个地方 就不能再破掉 可是昨天后来慢慢就回回回 我看不太对了 赶快先跑一下 好吧 那重点是 但是问题是这个 所以就是我就听了 这一波有没有 志愿这一波 就是比大盘 这个更早拉上来的股票 而且重点是到了昨天的股价 还创历史新高 那这叫做真的叫厉害股 好 那重点是 但是也回到就是我跟这所谈的 再强的股票 再强的股票 短线涨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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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是一样 要回头做一次的修正 所以我说这种股票 不论这个 再好的股票 长线该怎么操作 短线该怎么操作 基本上只要你跟上违惟倩的话 那其实啊 这个哪里该进 哪里该出 哪里该进 哪里该出 我都帮你啊 我都会帮你啊 拿捏的好好的 你就轻轻松松跟着做就好 那各位其实你看到 像这个 我们就以这个最近这一波来讲好了 这个在这个3月18号 这一天 各位这个其实 这一波的这个资源呢 278是在3月19号出来的 但是实际上我在这个 箭头出来的前一天呢 这18号呢 其实啊这个 我就已经淡在会员了 已经跳进去买了 已经跳进去买了 后来在22号那一天呢 那一天呢 我还我开始跟你做预告 所以注意哦 哦 资源呢 又开始出现新的买进讯号了 有没有 278这个地方 那你看果然呢 那资源后来就从那条开始震荡震荡震荡 就是跑到昨天去创历史新高嘛 好 那各位 这种股票 小坡也好 长坡也好 那 微博信呢 尤其以长坡来讲 这个从去年的10月初 在110块这个附近 在会员开始进去啊 开始买这个资源 而且各位重点是 为什么我会从去年10月份开始啊 带着会员进去啊 不但进去 进去买资源 而且把资源呢 列为长线操作的标的 你说老师对啊 为什么你会从去年10月初进去买资源呢 那为什么啊 你懂我意思 其实我基本上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因为在去年10月初的时候 当时已经公布了9月份的营收嘛 那我一直在讲啊 当时我就注意到 当时这个去年10月份公布这个资源呢 9月营收的时候 我已经发现到 呦 它的营收啊 已经从7多 已经从7字头 跳到8字头 而且它的这个年增率呢 已经超过50个percent以上 那各位 这已经是告诉我第一个讯号说 那资源的这个 这个看起来啊 嗯好像应该不错了 这个整个等于说 跳了一个新的位阶上去嘛 所以就从那个地方开始 那我觉得那这个资源呢 那OK没有问题了 所以你看 就从去年10月份开始 100 114块那个附近 开始进去操作 而且之后呢 每个月我都在追踪这个资源呢 它整个营收跟获利的状况 而且你看 从去年10月 一样 之后从去年的10月份 看 8亿多 8亿多 开始跳到9亿 跳到10亿 有没有 一路上来 那它的营收不断的再创新高 而且重点是 除了营收持续的 这样往上走之外呢 它的年增率更是可怕 你看当时从去年9月份呢 年增67% 到10月份 70几% 11月 80多% 12月已经跳到快一倍 今天1月份 117 2月份 120来个 你看光与光这个年增率 你都知道 它整个的营收的动能是非常非常的强劲 那不但营收的动能强劲 再加上它的毛利又高 它的毛利将近50% 跟台积电有拼 其实在节目上 我一在跟大家讲一个观点 我说 什么样叫做真正体质好的公司 什么样的股票 它的股价一定会长期的大涨 给你看 台积电的股价 从最早期的几十块 100多块 200块 300块 到现在对不对 最高到了600多块钱 为什么台积电可以长期大涨 就是因为它的营收也好 它的获利 它的毛利 都是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只要它的 因为它的毛利很高 所以只要它的营收 开始往上冲 它的获利是绝对好 那致源不遑多让 对不对 你看它的营收在50% 然后重点是 营收又能够以这种 50%一倍几倍的速度 再往上冲 代表就是说 未来它的获利 一定会表现到 在它的财报里面 而且我特别强调 我说其实对于资源来讲的话 它这种营收 强健的成长 还只是初期而已 还是初期 为什么初期 因为我也在跟很多人聊 因为资源 我也讲 就是我们以 它的在手的开发案 跟它实际上开始量产的案子 它的量产案 才占它的开发案 才差不多 占三分之一 这么多的案子在手上 开始逐渐逐渐 去进入量产 才不过三分之一的 开发案进入量产 它的营收 都已经冲成这个样子 那你想将来 当有更多的研究的案子 进入实际开发之后 你看带给它的营收跟获利 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角度 去往上冲 所以我也在讲这个 其实我讲说资源 是我长期不断 一直操作的标的 就算短线 短线涨多了 我带会员跑一下 但是下来以后的话 反而是我去寻找 另一个新的买点的时候 好各位 所以如果你手上有资源 而你昨天 要是你没跑的话 那再来资源 要修正到什么地方去 或者尤其是 如果你现在 手上没有资源的话 那下一次资源 下一个新的 波段的买点在什么地方 你更要过来跟上我 我再讲一个资源 这股票 未来在会是 IC设计库里面 继续大涨的股票 不论你之前 有没有买过资源 我都希望你赶快过来 跟上微国庆 下一波的买点在什么地方 像当时10月初 110块这个附近 后来去年12月15号 180这个地方 再来就是到2月8号 206就这个地方了 这个就是这里了 每一次每一次 我的大标股系统 都把资源的买点 都抓得清清楚楚 所以你就跟上我 然后我带着你 一波一波 这样去操作资源就够了 好了 各位资源你看 当时从110块这个附近 到昨天 资源我们的长线获利 已经将近两倍 各位两倍 不是20% 是将近两倍 从110到300多 这个东西就是 你只要好好的跟上 你只要好好的跟上这种 长期成长的股票 你的获利绝对可以带给你 丰厚丰厚的收入 而且这种股票 对不对 你就把它当成一个长期的标题 就不断的这样操作 不用每一天 什么追这只股票 追那只股票 各位好多的投资人手上 四五十只股票 东一只西一只 搞得乱七八糟的 各位做股票 你要专心的去挑出那种 成长性高的股票 你就专心的 长线一波波去操作 这样子反而简单又好赚 好了各位 而且前面也不用说两倍了 你看光是有没有 从上个礼拜 这个270块钱 而且后来我买完之后 3月2日我还给你做预告 光是这一波本身各位 都赚了48块钱 那也是就是说 一张又赚了48000 将近5万块 那这个地方 如果对你资金稍微大一点 你买个五张十张 各位又是这样 短短两个礼拜的时间 你又赚了差不多 这个二十几万 又赚了25 如果你五张的话 赚了将近25万了 你十张又赚了50万呢 对 也不过那是这一小波 那你看之前呢 每一大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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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来讲已经获利 将近两倍 那各位 你需不需要这样子做股票 你需不需要 有个分析师 能够帮你啊 挑出这样子的股票出来 如果你希望的话 我两个 今天为国庆 我帮会员选股票 不是只是单纯的看什么技术面筹码面 我一定要从这个基本面去深入的研究 一家公司到底未来的成长性够不够强 股价有没有继续大涨的机会 好吧 我实际你跟上我 那除了这个 但是东南的国庆讲过了 但是毕竟这个资源之一波 又是领涨之后呢 先涨先整理 这是一定的了 好吧 那再来未来新的买点在什么地方 赶快过来跟上微国庆 另外呢 这个所以另外就在昨天 我们特别讲了 我说当这些领涨的股票 开始短线会进入整理之后呢 反而像电动车 车用电子的话 会是未来下一波 新的这个主流 对不对 那各位那你看 顺德 昨天股价开始突破了这个整理区 那今天股价 收盘还能够继续涨呢 各位那顺德呢 基本上 其实他也是这个电动车里面 算是一个这个 很重要的一家公司嘛 那这个 而且重点是你看 我先讲从营收讲起 他的二月营收啊 也创同期新高啊 那又来了 各位看 我也在讲 今天什么样的股票会大涨 什么样的股票 就是体质好的股票 一定是从 先从营收来看 到底他的营收够不够强 营收够强 这种股票 才是微国庆啊 我帮会员筛选股票的 第一个筛选的条件 如果营收都衰退 什么东西都那个的话 那种股票你买进去 那股价能涨吗 我就说 我就随我讲 为什么我说 你做股票 不要不能只看技术面 筹码面 因为很多烂股票 短线跌多了以后 它总是会反弹 但通常那些股票 它在反弹的过程当中 你去看什么技术面 筹码面 好像看起来还不错 问题是 你光看技术面筹码面 你根本就不了解一家公司 它的本质 未来的前景好不好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 你买股票 你看这股票好像短线有涨 你跳进去 跳进去 不是不涨 就是跌下去 为什么 就是因为你没有真的 再去花时间研究 它的基本面 未来的 它的基本面 够不够强 唯有基本面 够强的股票 再怎么样 它才有大涨的条件 我想各位 为什么我在节目上 我不厌其烦的 用致远的跟你谈 这个所谓的 选强势股的方法 在这个地方 这是维国性 就是我的一贯的原则 所以为什么我都能够帮会员挑到这种大标股 原因在这个地方 好 那顺德也是 各位顺德其实 所以我讲 为什么一开始 我不是跟你讲什么技术面 重码面 我是先从它的营收讲起 营收能够先赚同期新高 代表说这家公司的基本面 外质的前景 绝对第一个好 好 再来 而且重点是顺德它导线架 你知道顺德导线架 其实基本上它跨在两个领域里面 一个是电脑也好 资讯产品或是通讯产品 里面所有只要跟电源 跟电源晶片 跟电源晶片有关的晶片 它一定都要用到导线架 目前顺德也是全球 算是前几大 他们在做导线架 所以其实顺德它过去长期以来 它在导线架这个里面 就已经算是 在资讯或是通讯产品 它就已经算是龙头级的公司 它现在又跨足到车用电子 对不对 而且它已经算 老早就是Tesla的重要的供应链 Tesla里面 像它电池有没有 Tesla一辆车的120个电池里面 有一半以上用的都是顺德的导线架 现在Tesla又跨足到 所得快充这块领域 在快充的领域里面的话 相关的导线架 一样也是顺德赤下这一块 所以就是等于说顺德 它不管是在电脑 在资讯产品 在通讯产品 以及未来在电动车这一块 所有这三大领域里面 所谓这关键性的导线架的领主金 都是顺德一把抓 所以我说这种公司 为什么它已经表现给你看 它就是厉害 再加上未来它这种前景 所以这是为什么这种公司 也是为了我帮会所筛选的重要的标的 而且重点是电动车的股票基本上 都已经回头修正过一波了 那这个地方从昨天前天才刚刚又开始起来 所以这种股票 改为赶快 如果说你手上还没有什么电动车的股票的话 那我怀疑你今天赶快打电话进来 跟上微博庆 我带你进去 开始布局这一类的股票 当然顺德只是一个典型的了 那另外同志也是 又是同志之前涨到300多块钱 后来跌了好几波下来 那重点是在昨天在142 出现这一波的新买讯 那所以基本上同志也应该也会 起码先表现一波吧 不过当然因为目前同志 它这个过去几个月的营收 是有点在往下走 但是重点是因为这个跟 这个跟季节性是有点关系了 那微博庆我判断大概今年差不多第二季以后的话 大概像同志这些公司 它的营收应该会重新会上来一次 因为这跟它的新的订单 会是有联动性 好吧 所以像这些公司来讲的话 我在讲的是因为电动车 尤其是电动车 因为都已经大跌过一波 所以这个地方再起来的话 不管你看它反弹一波也好 甚至这个基本面更强的话 就有机会就挑战前高也好 所以这个来讲的话 这些公司都有很大的机会 好吧 所以各位我现在这个地方 我会问你这个 我再讲一次 其实甚至可以说 从这个礼拜二开始 我都给你讲过了 我说这个再来 这个像车用电子 有没有 车用电子 那个电动车这一块 会是4月份 很多的股票 会有这个大涨一波的这个机会 如果你手上 要是你不晓得 到底该买哪一类的电动车的股票 或者说什么股票 怎么样的话 那我一样 还你赶快 我再讲一次 赶快趁着今天 打电话进来 这个跟上微博庆 那然后呢 明天礼拜五了 那已经开始要进入4月份了 所以呢 赶快我带你进去 把这些电动车 相关 尤其是这个基本面 强的这些公司 我带你进去 赶快让你把这股票 牢牢的买进去 然后来享受下一波 4月份 这个下一波电动车 一定会是盘面上 重点的主流股 好吧 把这好机会 赶快上来 趁着电动车 要开始重新起一波的时候 赶快过来 跟上微博庆 带你进去布局这些 尤其这个基本面 好的电动车的股票 好吧 欢迎大家赶快打电话进来 另外 如果说你有什么样的 股票商的问题的话呢 也欢迎你加入微博庆的群组 LINE或是Telegram 好了 这个地方祝大家说的顺利 今天到时 谢谢各位